这是我们家乡的三个特产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米肠 然后吃起来是软软糯糯的那种感觉 然后第二个是明太鱼鱼骨 这个就是会有一点辣 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牛板筋 吃起来比较筋道 四号 我在两三年前吧 我去了延吉 那个时候延吉还没有完全火爆 然后我当时记得 我在延吉吃过 我活了二十多年 最好吃的一顿烤肉 而且那一顿烤肉 不是我有意去找的那一家 就是随便 我住在那个酒店楼下那一家 然后去了图门 就是那个边境的位置 去那里民俗员拍了照片 但是当时画的那个妆 不是特别好看 所以就只拍了背影 现在觉得很后悔 所以我打算 再过几年的时候重新去 再重新拍一次 后面有机会可以去 好的 刚才她说到自己介绍自己家乡 除了去旅游 有的时候还介绍自己家乡的物产 你们家乡有什么物产 也可以说一说 二十三号 男嘉宾你好 像我的家乡是无锡 然后无锡的话 就是美食特产 其实也有糖醋排骨 小笼包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太湖三白 太湖三白 其实在很多地方是没有的 它是包括白鱼 白虾和太湖银鱼 然后味道非常的鲜 我觉得男嘉宾 之后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来我们这边试一下 对 我那个大学同学 有一个是无锡的 他就一直让我去 说那边很多美食 然后之前一直没去 你们无锡最有名的东西 你没说 水蜜桃 对 那是你们无锡在全国最有名的 对 我们阳山水蜜桃非常好吃 扎一根吸管进去 一桌就剩一层皮 对 是的 马庆芳 男嘉宾你好 我是来自宁夏银川的 然后我们那儿除了一些枸杞 羊肉还有八宝茶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年轻人最喜欢吃的 叫辣糊糊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东西是一个无油的状态 但是它是辣椒粉 然后拿纯净水煮完之后 再蘸上所有的 就是你想吃的所有火锅的那种 一些串串全部涮进去 但是它真的具好吃 所以说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如果想要去临夏的可以去一下 可以 那我去的话你会带我吃吗 可以啊 你没看他还挺会的 你带我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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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我吃了吗